11月11日,第14届中国航展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,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好者们齐聚一堂,共享蓝天盛宴。 当天上午,以全部换装中国新的歼20在飞行表演后中降珠海,两架歼20飞机在地面进行全方位展示,引起观众振振喝彩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本届航展上有多次参加航展的老军迷,还有初次跳出课本,亲眼目睹大国重器风采的小军迷。 大家好,今天四岁了,进来看大飞机的,120飞机,和昨天市场感觉都不一样,现场看更震撼。 记者了解到,这位小军迷来自江苏徐州。他的父亲告诉记者,中国航展展示出中国的科技力量,对孩子有很好的教育意义,所以不远千里,前来观展。 这个珠海航展是两年一次的盛大航展,也是展示我们国家军事力量的一个窗口,也感受我们国家军事力量和科技的蓬勃发展。 有很大的引领作用和潜移默化的这个教育意义。 我们家的这个小伙子,他对军事比较喜爱,通过了这一次展展,我们到现场观看了这个整个的节目。 这样的话,他就能够有形象的,比较有比例的感受到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,到底有多震撼。 所以这次教育,这次图书啊,电视啊,是不能比拟的,也是不能代替的。 记者在国家航天局的展馆看到不少观众正在宇航员训练中心排队。 戴上VR眼镜,宇航员的训练日常就在眼前。 邱女士的孩子刚刚体验完,就马上奔去雷达车、中国空间站等展馆。 邱女士告诉记者,孩子很喜欢军事和航空航天的相关知识,来参观航展前还特地做了功课。 看G20之前呢,我有就是提前有一些科普一些知识,让他在来参观这个航展的时候,更有深入,更有代入感的去了解我们的中国,我们的飞机跟别的飞机有什么不同。 当然我科普之后发现我今天也是非常有成果的,因为我的孩子看到G20的时候,他可以说出很多关于G20的知识,包括他会提出很多疑问。 然后呢,看到很多无人机的时候,还没有等到我说出来的时候,他已经告诉我这是什么无人机,然后深入地问我一些问题。 从不太关注军事和航空航天,到主动去搜索相关新闻,阅览书籍,把孩子的兴趣当作自己的爱好。 这位母亲用这样的方式帮助孩子成长,也为科技强国培育更年轻的下一代。 因为我的孩子非常喜欢这个军事这一块的知识,然后对我们的航天,海陆空,包括我们的航空,这些都是非常的感兴趣。 因为他在家里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孩子,我是觉得我不能对我孩子有局数性,所以我就是本身不喜欢,但是我就想给孩子有带动性。 我就把自己的知识普及在我自己的脑海里,然后带动了我的孩子,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他喜欢的东西。 喜欢孩子的喜欢,并让他更爱他自己的喜欢的东西,我觉得是一种好的带领孩子的一种方式吧。